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这个comparative还有superlatives 就是我们其实是要看英文里面他们是怎样子去放这些compare the wording 比如说这一个第1个forms of degrees of comparison我们只要有三层 第1个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做给你们看的是nice 这个就会是nice nice 然后如果是这个 第三层的话就是最的话就是好像最好的话nice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comparative superlative他都有很多这种nice nice shorter shorter这样子 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讲good的话 能够好 good了过后就会变better 然后就变best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情况啦 好像说如果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 你们需要自己去完成这一个这一边的这个number one的 然后还有去完成这一个missing form of degrees of comparison 比如说在这边high higher highest这样子咯 然后smaller你就看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 你们要去慢慢去完成他咯 然后你看到这边他有分 他有第1个第2个 然后这第3个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你就是从abc里面选出对的答案 选然后过后就是train 你们坐在纸上面咯 然后这个也是他讲说 July is the 最热的是hottest month 所以是你这样写hottest month of the year 这样子你要看他到底这个句子里面 你需要用的是哪一个form的 然后后后 这个第5的也是一样的 你就是要看后面的比如说是dain dain通常的话就是放中间那一行的 中间这一行的 这一个第2个degree的 比如说april is warmer than january correct the mistake 第3的这里他就是有很多mistake 你就要看后这里 I have the 最重的吗 所以是havious spec 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些 这个电子有点多 所以你们要 慢慢用时间去读他 去做完他 然后等一下时间 差不多时间的时候 我会post 那个答案 在那个portal里面